LNT 姐姐 花錢 大家好 我是謝博安 她是謝博安 她我吵完了 所以接下來換你們貝傑 大家好我是貝傑 她也問好了來換張婉兒 哈囉大家好我是張婉兒 她也問好了來換張婉兒 嗨大家好我是張婉兒 我是李妖兒 好…非常好 男人都非常開心 歡迎我們的 黃郭文老師 今天叫做大聲點 哈囉 文老師好 嗨妳好 今天要來這裡嗎 這是平常在攝影棚的 通通把她叫來這裡 我覺得這就是超級偶像的精神 因為我們的超級偶像 我們要選的是偶像 偶像也會有粉絲 今天看到他們有這麼多粉絲 我覺得我們的這一屆成功了 真的 老師我們自己聊就好 他們都沒有人在理我們 都在照想 但是我們要看你們的照想 三月十六號的這個 我們決賽其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時刻對不對 老師當天會有一件 特別特別的事情 聽說要開雙鏡場 粉絲們 可不可以稍微聽我講話一下 沒有 這就是粉絲的特色 他們完全不管別人 他們的視線 你剛剛問什麼 我剛剛問的是說 我們那天有一些很特別的安排 那最後就是有兩位選手 然後也看了雙鏡場 對 我覺得這一次的超級偶像 在今天晚上就會只剩下兩位 進入總決賽 這是史上第一次這麼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只有冠亞軍之爭 超厲害的 第二點是 在當天三月十六號的總冠軍賽 我們會有七位評審到現場 哇 平常只有五位老師 對 七位老師 其實一位評審就已經很難搞 七位評審就是特別難搞 老師你好搞嗎 不會啦 我覺得這些選手都非常棒啊 因為我覺得今天在那這上面的舞會 其實他們都有非常自己的特色 而且非常有明星的特質 而且又會唱 所以我覺得到時其實七位老師 有這麼多人一起來決定 就表達我們對這一屆他們選手的重視了 真的 老師看了從這個超五一到超五七 一路看了很多人的成長 其實在這一次的這個總冠軍賽當中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安排對不對 對 超一到超六的 超一到超六所有的冠軍要來跟他們一起唱歌 然後在超一超六所有冠軍的競爭之下 我們要選出超七的冠軍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時刻 真的 而且我們還在這個地方 也要給大家一個很難忘很難忘很特別的事情 今天要先請老師來幫我們跟他們來預言一下 當天會有兩個冠軍出爐之後 立刻送出冠軍禮物 是的 對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今天晚上的現場播出是錄影的 所以我們已經誕生出冠亞軍站在台上了 而站在台上這兩位呢 現場當天晚上3月16號總冠軍 誰贏了 他們的小禮物就要送給他們的粉絲 每次講到謝博愛我都沒有辦法講話 你們的聲音快樂吧 我這個評審的耳朵弄濃掉了 我的聲音 我的耳朵弄掉了怎麼評審啊 舉個例子 謝博愛當天如果你是冠軍 你的東西 你的禮物 給粉絲的就可以送給他們 但是如果是佩潔的話 那你的就沒有 OK 所以非常激烈 真的 那是什麼東西 來 送上來 送上來 這是佩潔要給粉絲的禮物 她的千年海報 來 謝謝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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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我必須說 你送這個東西 居心火車 可以 我這個東西拿出來 你的粉絲不瘋狂才怪 她的爆展 好厲害 健康的朋友 用抽籤的方式 大家都有啊 對 所以當天呢 除了幫我們選手加個打氣之外呢 今天還是希望大家這個 有好手氣好運氣 可以把你喜愛的選手的禮物帶回去 對不對 老師 如果你成為一個 抱枕上面的人偶的話 你的心情會是什麼呢 如果我的抱枕 大概只有男性會要 你真的確定他一定會要嗎 你真的確定他一定會要嗎 他已經有真的 因為我們的三四五名 你們都非常棒 那一天你們現在不能比賽 但是也來為他們加油 然後冠亞軍就是佩潔 跟火丸之爭 我覺得那一天 要拿出你們的絕活 征服評選跟征服所有的觀眾 那一天是歷史的時刻 所有的冠軍都跟你們一起 OK 好 要記得要把你們的抱枕送出去 就要贏得冠軍 加油 加油 加油